我发现最能看清事的人还是你 王翔 这里就是我跟你说的豆家村项目了 怎么样 工程挺大的 来 你看这里 这边的楼房已经荒废好长时间了 所以我准备以双倍的价格把它拿下来 现在生意不好做 那余总 拿下来之后的工作怎么做打算的 你看 我们之前规划的客房有点少了 所以说我准备把这里建成酒店 然后这边就是停车场 到时候客人住宿停车也都方便了 余总的想法高明 不要这样说 余总 不知道有个建议能不能提一下 你说 你看余总 这两边都是公路 晚上肯定会有大车经过 这样客人休息的时候肯定会知道打扰的 不如把它改成洗浴 住宿一体化 然后外加一些娱乐设备 让客人自行选择吧 哎 行啊你这想法 这个如我所意啊 夸奖了 夸奖了 哎 王翔 正好人家高总为这事发愁呢 要不这个项目你接下来 余总 我只是随便提个建议 你还是让高总领导人才吧 哈哈 我说你 你竟让高总为难 高总现在正在发愁这件事呢 那余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太谢谢你了 哈哈 客气啥 对了余总 今天晚上宁姐生日想邀请你一起去 哦 行 我知道了 等会儿我给她转个红包 祝她生日快乐 余总 你们该聊聊了 行 你都这样说了 那等会儿我跟你一起去吧 啊 那太好了余总 那我给宁姐打个电话啊 哎 先别打 等会儿给她一个惊喜 啊 行 早路死了 早路死了 还是比有效了 赵小宁 哎 过个生日偷偷摸摸的 小汤 你不是不来吗 哎 你是怕我偷吃你蛋糕是吧 没有没有 那个宁姐 坐坐坐 余总为了给你过生日 专门推掉一个很重要的应酬啊 哎 这都别说了 快坐 哎 我的眼光不错吧 这是一副 真好看 哎 确定不是人长得帅 嘿嘿嘿 小偷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恋了啊 来 嗯 那个 来 鼠宁总生日快乐吧 哎 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小娘 都怪我 一开始没有和你沟通好我的计划 小汤 你一直都在帮我不是吗 啊 其实吧 其实吧 一开始 我只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所以呢 我才隐藏了我的身份 没告诉你 都怪我 一开始没和你沟通好 才让咱俩产生的误会 怪我 小汤 哎呀 你俩干啥呢 你给我闭嘴 哎 小娘 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你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小汤 这些年呢 我一个人在集团打拼 真的很累 我每天都是一个人 行单有之的 我好像除了工作 就没有别的了 你的出现 让我觉得 我在集团有了 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很欣慰 小汤 我真的很信任你 总而言之 谢谢你 小汤 你记住 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是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呢 我会第一时间出来帮助你 姐 一切的误会 与不开心都过去了 来 祝您姐生快乐 祝我们人越来越好 来吧 干杯 越来越好 这蛋糕也太小了 你怎么太偷了啊 哎 可别这么说啊 宁总最近在减肥 我故意卖怎么小的 是不是啊 还是小汤了解我 来 你也许愿吧 许愿想来 我许愿不来 把灯关了一下 行 哎 哎 再来吧 刘哥 生日快乐 步步高升啊 刘部长 哎 刘部长你喝多了 今天有个应酬 陪众到喝了几杯 但是想经过生日了 再忙也得过来 来 点点手 哎 刘部长 刘部长 我点你坐你先坐 刘部长知道 余总 余总 哎 你也在这儿 我还留不着 那个今天小宁过生日啊 咱都是兄弟姐妹 咱能不能兄弟相成 当然可以啊哥 那个 来兄弟姐妹妹 祝祝小宁生日快乐 哥知道您平时比较忙 要知道您今天有应酬 就不劳烦您过来了 阿宁 你说这话都太见外了 余工你是我的部下 余思 啥余思不余思的来 哥祝你生日快乐 哈哈 各位兄弟姐妹哈 今天 近段时间呢 大家追过有一些 误解 我在这儿说一下 我刘某人 从十九岁 就看着 我们的大拼 到现在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们的 在这儿说一下 近段时间呢 集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超级一万一个人 超级了我的掌握 做一些演员 让大家认为 是错误的事情 但是 我刘某人 永远不会被判断的 请大家相信我 对集团的忠诚 你喝多了 我刘某人 哎 刘某人 都短 都短 小点啊 还得是你 来做刘某人 我发现 最能看清事的人 还是你 有太多的事情 没办法去跟别人讲 啊算了算了 不说了 别说那么多了 今天想您过生日 来来 大家开闭起来 来来来来来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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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哎呀 我的红尘金刚 还没给我点了吧 哈哈哈哈 哎呀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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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围续 歌你唱 帮忙围续歌你唱 好吗 感谢观看